我认识素的意思是 我认识素的意思是 大家好,我叫黄芳茜 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 我怎么学外语 我特别喜欢学语文 除了中英文以外 我还学了日语、韩语 一点藏语 一点泰语 还学过一点点西班牙语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学了 全都忘了 学习语言方法很多 可能也没有一个方法 是适用于所有人的 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需求不一样 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语言背景不一样 学的语言也不一样 我的方法自然也不是什么独魔秘方 不但不是 而且是非常简单的 众所周知的方法 我看到很多人学习外语 没有进步 所以想分享一下我的土方法 希望能利益感兴趣的人 特别是内向的人 很多内向的人 因为很难开口个人说话 觉得学外语特别吃亏 我记得以前我学日语时 经常听到关于一些学校的评语 评语的内容往往是 在这个学校学能通过日语水平考试 但是口语是学不了的 我自己呢 学日语时从来没有特别要提升口语能力 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老在这方面钻牛角尖 后来又听一个在这样一个学校学日语的朋友说 他无所谓 他只要看得懂就好 不用说 当时我也只是刚开始学外语 对这些也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这些评语 还有我这个朋友说的话 我都感到挺有意思的 后来自己开始教外语 自然就经常思考这个课题了 这些年来 我发现很多学校 喜欢直接用所教的外语教 完全不用媒介语 比如教藏语 一开始就全用藏语教 完全不用学生熟悉的语言解释 目的是让学生不对媒介语产生依赖 以达到进入于那个外语的效果 据说 这样的话 学生的口语能力很快就能提上来 刚开始我也觉得 嗯 这个方法真先进 说不定真的管用 可是慢慢的我发现 不一定行得通 甚至对大部分人来说 是行不通的 如果你所处的环境 就是你所学的语言的环境 这方法可能行得通 如果你是小孩 以为能力本来就还没学起来 这方法估计特别管用 可是如果你是大人 在自己的国家 学另一个国家的语言 这方法可能事倍功半 我以前教的大部分学生是日本人 我们一般对于日本人学外语的印象是 日本人往往是语法比较型 口语不怎么样 一般的看法是 日本人太内向 加上太过喜欢钻研语法 以至于口语能力提不上来 也经常听到一些建言 说不要太认真搞语法 上课要多聊天 可是学生都听不懂 不停地聊天 真的对学生有帮助吗 我自己学日语时 也喜欢语法 也几乎都没有跟人用日语聊天 要说那一项 恐怕没几个人能比得上我了 像我这么不爱聊天的人 是很难找的 可是我日语还是能说出口啊 甚至日本人听我说日语时 一般都误以为我是日本人 可是我的日语口语能力 真的那么好吗 也不尽然 我以前家日本人时 经常跟学生们说 要多找机会跟人说话 哪怕说错也没有关系 可是我这话 说的有点言不由衷 并不是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 而是我自己学日语时 没有这么做 也根本没有想过要这么做 而且就算想做也做不来 因为我太过内向 要我到处找同一种的人说话 已经很难 更何况跟外国人呢 后来我就不这么建议了 学外语时 内向的人在口语方面 肯定是比较吃亏的 别说是外语 就算是母语 如果突然有人跟我们聊天 我们都会反应不过来 认清这点很重要 因为你不一定是 那门外语的口语能力不行 而是对你来说 开口说话 本来就是很累的一件事 我看过很多人 哇啦哇啦说起外语来说的 特别起劲 内向的人看到这种人 往往感到自残行贿 觉得他怎么能说的这么好 我怎么说不出来 可是一个人滔滔不绝地 用外语说话 并不表示他那门外语一定很行 我曾经给一群人 义务加了一堂英语课 那群人当中 有一个非常自信 几乎霸占了整个绘画 可是我几乎都听不懂 因为他就只是自己乐在其中 可以说是自言自语 其他学生 因为英语也都还不行 不知道他其实 有点像个罪汉 在胡说八道 都静静地看 静静地听 估计是很羡慕他 那内向的人 到底该怎么学呢 我不能代表所有内向的人 不敢说我的方法 适用于所有内向的人 只是 我极度内向 又超级喜欢学外语 学起外语来 也比一般人轻松愉快 所以觉得 我的方法 可能值得其他内向的人参考 我以前学日语时 应该属于踏实派吧 不主动看电影 听音乐 自然也不找人聊天 而是帮老师交代的作业 都做了 现在回想起来 如果当时 我主动看电影 听音乐 找人聊天 我的日语能力 估计会提升得更快 但是 即使我没有做这些 我毕业那年 也得了最佳学生的特别奖 有个日本老师 很好奇地问过我 是怎么学的 我心里很纳闷 还能怎么学呢 就这么学呀 哪来的什么秘诀呢 我还觉得 我学得不够好呢 人家怎么好像觉得 我挺厉害的 后来 我才慢慢发现 我以为再简单不过 再自然不过的方法 原来很多人都不懂 或者说 我的方法 其实大家都知道的 只是不知道 这么简单的事情 就是方法 我们都知道 学语文有四个方面 听说读写 虽然说是四个不同的技巧 但是 其实四个技巧是相通的 我们学习外语时 往往侧重某一个 或者某几个技巧 忽略其他的 这可能是我们学习的环境 所导致的 也可能是我们性格不同 所导致的 有的人喜欢看视频 听音乐 个人聊天 也有的人喜欢研究语法 累积词汇 还有一些人喜欢背离语 记俗语 那我是怎么学的呢 刚才说了 我用的是土方法 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般文语教材 都有生词表 然后有语法解释 接着有绘画文 或者文章 还有一些习题 我会看一两遍生词 接着大致扫一下语法 看看这一刻学的语法主题是什么 然后又大略看一下绘画文 或者文章 大致都看了看 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以后 才开始正式学习 这一刻学了差不多以后 再做习题 生词怎么学呢 我会拿一滴废纸 在空白页里 手写这些生词 一边写 一边大声念出来 这个步骤很老土 很简单 所以很多现代人都不做了 特别是 现在我们都用电脑和手机了 大家对于这样一个传统的方法 更加提不起兴趣来 电脑输入法要学 但是我不建议马上用电脑 或者说可以马上学 可是不能取代手写这个步骤 因为初步学习的阶段 我们精力和能力有限 所以建议 先不学电脑输入法 先手写 这个步骤为什么重要呢 一边手写 一边念出声来 这时候 我们不但练习了写 还练习了读和说 甚至也可以说 练习了某个程度的听 而且 手写还有一个好处是 它能帮你更好的 记住你所写的东西 这个要以什么科学角度 去解释 我也不清楚 说不定 是我一厢情愿这么想 但是我相信 确实是如此的 这里我要强调 大声念出来很重要 如果不能大声念出来 小声念也行 可是小声念的话 这方法的威力就弱了 心里默念的话 那就几乎是没有威力了 很多人以为 我已经知道意思了 也会念了 不用念初生来 可是 我们嘴巴的肌肉 是需要锻炼的 为什么我们学外语时 觉得外语发音难 并不是我们念不了 那个语言的词语 而是我们没有锻炼 那个语言 所要运用的肌肉 所以 大声念 小声念 心里默念 哪个更有效果 这是不言而喻的 先来是语法部分 很多人一听到语法 就觉得反感或者恐惧 其实学外语 不用特别钻研语法 可是 一些基本的语法概念 还是要有的 基本的语法概念 就像路标一样 方便我们 在学习外语时找路 认识一些 基本的语法概念 学起外语来 会轻松许多 我感觉 一般国家的语文教学 多少都会教学生 基本的语法 比如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是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新加坡就是不教这些 这些都是我上大学时 因为学习文 才学起来的 是我这个年龄层的人 没服务学这些呢 还是 现在的新加坡孩子 也一样没有机会 学这些 我就不知道了 知道这些基本概念 其实就足够了 学外语更重要的是 学习结构 打个比方 中文有 要是什么什么的话 结构 有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什么结构 当然这只是做个简单的介绍 每个语言的语法不一样 具体要留意的细节不一样 比如 英文有过去 现代未来不同的时态 中文没有 这些都是学不同语文 要个别留意的 语法部分 还有要注意的地方是例子 这些例子都是很好的教材 很多学生觉得 这些只是例子 不用仔细看 可是 其实好好看这些例子的话 往往能学到很多东西 不只是要好好看 而且要读出声来 念生词时 学的是初步的 简短的外语 现在念句子 学的是完整的外语句子 所以这些例子 其实是很珍贵的 接下来是我特别喜欢的部分了 朗读绘画或者文章 这是我学外语很关键的环节 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环节 我不是死记硬背的那种人 也没有要背课文的意思 可是我往往会把课文 反复念很多很多遍 一直念得非常顺 没有念错 而且意思都明白透彻 到底要念多少遍 才能念到这个程度 说不准 可能50遍 可能100遍 甚至可能更多 这得看那篇文章的难度 也得看你自己的水平 我在教学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学生 小看了这环节 很多人觉得 这文章我看懂了 明白了 可以继续往下学了 可是 学外语跟看小说不一样 不是你看明白了就可以了 学外语 就是要把外国人的语言 变成你自己的语言 当然这要看你的要求在哪里 如果你只是要粗浅 明白一些字句 自然就不需要练习那么多遍 可是如果你要能用 那么外语 又不喜欢跟陌生人交谈 就不能不好好做足 这部分的练习了 很多学生跟我说 我念了二十遍了 明显有点厌倦 有点反感 我只能心里叹气 二十遍是远远不够的 哪怕你念了五十遍 可是如果还老念错 还搞不懂意思 我问你相关的问题 你又回答不上来 那就还得多多努力了 朗读课文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音频或者光碟 朗读不能自己瞎朗读 一定 一定要跟读 也就是听着母语者读诵 然后应我学说话 跟着读 我以前看了很多外语教材 内容写得挺扎实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光碟 编写外语教材 怎么可以不录制光碟呢 如果你学的外语是非常冷门的 没有音频 那也没办法 可是如果你学的是 相当热门的语言 那就一定要找有音频 或者光碟的教材 如果你学的外语比较冷门 没有音频 那就请老师帮你录一下 如果是自学 那就看看能不能找 翻译好的母语者 帮你念一念 这个非常重要 千万不可忽视 因为要是没有音频 让你跟读 你学外语就像坐椅子 没有铁橱一样 朗读这部分 其实可以分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次念时 因为有新的语法和词汇 自然是念得比较慢的 甚至是念得很辛苦的 所以第一个阶段 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要很有耐心 先把意思和发音 都一一弄清楚 这个阶段 不一定要每次都跟读 可能先自己慢慢理清疑问 找解答 然后跟读 然后再理清疑问 再跟读 搞清楚的这个阶段 可能就要念上十几二十遍了 这个阶段 建议不要从头到尾播放音频 要一句一句 甚至半句半句慢慢念 读懂一句以后 再进入下一句 因为如果有太多难读的部分 会把自己累坏 会打击信心 所以别太心急 想一次就把它从头到尾念完 然后 第二个阶段 意思和发音都基本搞懂了 慢慢的 可能不用老暂停音频 因为跟读 基本是不会跟丢了 可是念起来还是不够顺畅 可能是发音的部分有障碍 可能是老忘记词句的意思 也可能是语法结构 还是有什么地方 就是感觉接受不来 语法这东西 有时候正好跟你的母语 或者你熟悉的另一个外语很接近 这种时候一下子就能明白 能接受 能运用 可是有时候 新的语法是你所认识的任何语言里都没有的表达方法 这种时候我们容易被绊倒 怎么办呢 教材里的解释如果不足 就去找一找别的教材或者视频 想要弄明白新的语法 解说很重要 例子也一样重要 所以可以找解说 也不妨找例子 有时候你看了十个例子 还是觉得那语法怪怪的 可是看第十一个例子时 火人开了 突然就觉得很好理解了 能及早把这新的语法弄明白 当然是最理想的 可是有的语法就是跟你的母语相差太远 一下子接受不来 这也没关系 那就暂时放下 以后总会再遇见它的 第三个阶段 练得已经相当顺畅了 慢慢的已经不是跟读 而是同步读 甚至读得比音频还快 只有练到这个阶段 才是练够了 虽然说是跟读 可是除了跟读以外 也得时不时尝试自己读 跟读多少遍 自己读多少遍 这个我觉得不必拘腻 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和喜好 跟读一两遍以后 自己读一遍也行 跟读五遍十遍以后 自己读一两遍也行 又或者跟读一遍 自己读一遍也行 我个人的体验是 念熟了以后 自然而然会自己读多一些 跟读少一些 可是要记得时不时在跟读 确认自己的发音准确不准确 节奏自然不自然 我以前学日语就是这么学的 我以为大家都是这么学的 可后来发现 有一种学习方法开始热门起来 叫做shadowing 也就是影子跟读 我感到很奇怪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不也是这样练的吗 不就是跟读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慢慢的才明白 原来别人不是这样学习的 我们都知道学外语要跟读 可是很少人愿意跟读到 能跟音频同步起来 其实影子跟读 就是反复跟读的成果 你说它是特别的方法吗 是最科医一的 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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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 第十条 第五条 第十条 第十条 ま야씨 뭘 그렇게 읽고 있어요 네 천원식당이라는 기사를 읽고 있었어요 이것 좀 보세요 된장국에 세 가지 반찬이 나온다 밥값을 천원만 받아서 천원식당이라고 한다 우와 정말 밥값이 천원이라고요 지방에 있는 어떤 식당인데 단돈 천원만 받는데요 혼자 어렵게 사시는 노인분들을 위해 한 할머니가 찾았대요 천원만 받으면 식당 운영도 힘들 것 같은데 정말 대단한 분이네요 럽센 충이기 소미 네 초코더제 부터제 롯게레 콩기나 젖셋나요래 다다콩파사 콩기 아드라기 캄바데요래 콩라사렛네 롯직침바레 콩라사렛네 콩라사렛더 조깅이 아래 양가탄군카 콩라사렛네 콩라사렛레 콩라사렛레 바라라나 젖가 조깅이 아래 콩라사렛 콩라사렛� tiers 콩라자 콩라사렛레 这三个阶段都要实时了解 自己朗读的时候 是不是只是像唱歌一样读诵 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 别忘了注意内容的意思 否则就会变成 想唱诵意思不明的咒语 这样的话你就没有真正学上 你学的东西就用不了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念熟悉以后 每念完一句 闭上眼睛 试着重复之前念过的句子 这样没问题以后 可以再进一步挑战自己 念完一句以后 试着先说下一个句子 然后听音频 确认自己说的对不对 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的话 还可以试着把文章 翻译成自己的母语 然后再翻译成这门外语 这样的话 进步肯定就更快了 学习完课文 还要做习题 习题要越多样化越好 很多教材 其实习题不够充实 不管教材里的习题 多还是少 自己最好能多造句 找不到老师 忘理纠错 这整个从生词到语法 从课文到习题的 这四个部分的学习过程 并不是进入下一个部分 就把上一个部分撇一遍不管了 也不是说 非得要第一个部分练到完美了 才进入第二个部分 比如 手写生词写了三遍 可以看看语法 然后朗读绘画文三遍 然后又再练写生词 整个过程不必过于精力 到了做习题的时候 已经把很多生词和语法都忘了 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建议可以把生词 语法 绘画文 习题 反复做几遍 如果觉得闷 也可以学完三课 或者五课以后 再从第一课 复习一遍 如果你认认真真 把一本教材的内容 全都学透 效果可能比随随便便 学了五本教材的人 更显著 要记得 学外语是为了能用 内门外语 不是为了累积词汇 不是为了考试 当然 更不是为了炫耀 用过哪个级别的教材 为什么反复朗读 倒能跟音频同步 那么重要呢 我刚才说 学外语 就是要把别人的语言 变成自己的语言 这其实就是 把另一种思维方式 装进你的脑袋里 也就是把你的脑袋的程序 重新编写 如果有人问你 今天做了什么 你用某语回答时 不会想句子的结构 该如何吧 用外语回答时 开始一定是很多停顿 因为脑子要不停地想 这个东西外语怎么说 这个词应该放哪里 那个词放哪里 怎么组合起来 很多人以为 我考试的时候 能写出句子来 得了满分 我外语写得不错了 可是口语就是不行 跟外国人聊天时 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说不出话来 就是因为你不够习惯 为什么不够习惯呢 就是练习不足呀 必须练到能不假思索 自由自在地 把词汇传连成句 那才叫学会外语 如果还得像回答考卷时一样 慢慢地想的话 那就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把所学的每一个句子 都练到跟音频同步 而且意思都清清楚楚的话 保证你见到外国人 能说出话来 不一定能对答如流 但是肯定不至于 只能在外国人面前当哑巴 反复蓝读的过程 其实就是把语法 自然而然地一起记住了 所以当你要说的时候 各种词语自然而然会各就各位 你根本不用绞尽脑汁去想 以上是我学外语的大框架 学外语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环节 首先是发音 如果你学的外语发音比较难 你的模仿能力又没有那么强 最好在基础阶段 就找一个好老师 实时帮你纠正 因为有些人听不出来 自己的发音 到底跟音频的发音差别在哪里 所以就算跟读 也可能会一直读错 有错就要及时发现 及早改正 所以下一个我想谈的 就是关于找老师 到底需不需要找老师指导呢 如果你模仿能力强 对自己的发音有信心 是不是就不用找老师了呢 最好还是找一个信得过的老师 为什么呢 首先学外语要多多造句 刚才我说的大框架的学习方法 是比较被动的学习方法 是输入吸收模仿的阶段 我们必须从这个输入吸收模仿的阶段 进入输出自由表达的阶段 外向的人见人就能说话 随时随地都能造句 说错也能哈哈哈哈地笑过去 可是内向的人往往比较怕犯错 所以更需要有老师帮你纠错 提升信心 这里给个小提示 要多拿来造句的 是动词 副词 语法结构 而不是名词 找个好老师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自然是为了能找人说话 刚才我说的更读部分 就好比你自己在家练习武术招式 哪怕对招式再熟悉 还是需要有人跟你对练 否则内向的人 见到真人 很可能会一时着架不住的 要记得 内向的人连跟熟悉的人说话 都经常会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就算经常更读 有个练习的对象还是很重要的 跟你有默契又教的好的老师 确实不好找 但是如果能找到的话 对你的提升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个小提示 学外语要懂得轻重缓急 要知道哪些词语是基本的 重要的 常用的 把这些先学起来 比如数字 各种时间词 问候语 基本的动词 形容词 副词等等 以中文为例 应该先学 常常 有时候 很 喜欢 从 到 等等这些词 再比如 应该先学会说 我从日本来 而不是学 我来自日本 要先学会说 社会很危险 而不是 江湖险恶 很多人学外语时 喜欢问一些复杂的句子怎么说 如果只是偶尔好玩 记住一些这样的句子 自然无妨 但是 要知道你初步学习时 精力是有限的 所以 要善用 不只是因为保存精力重要 更重要的是 要建立起信心 另外 也可以结合 你的生活所需 找你日常能用的词 来学习 比如你是学生的话 就找一些 跟校园相关的词 来学习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就找跟家务有关的词 来学习 一旦你能用上一些 你学过的基本的词句 你就会发觉 学那门外语 其实是挺好玩的一件事 自然就会越学越起劲 最后想补充的是 千万不要以为 内向的人 学起外语来 就是比外向的人差 没有这回事 基本上 外向的人不管做什么 都显得比内向的人厉害 因为他们就是敢说 敢表现 但是 我们学外语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沟通 沟通有很多种 有口语沟通 有书面语沟通 有肢体语言沟通 等等 这个视频不是要说 内向外向的区别 所以就不赘述 但是要记得 不管内向外向 我们都有优缺点 我们只是不同的类型 仅此而已 我们都可以把外语学得好 甚至可以说 内向的人学起外语来 可能比外向的人学得好 为什么呢 因为内向的人 想东西往往想的比较深 比较细 也比较愿意 听对方说的话 聆听是沟通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哇啦哇啦说一大堆的 不一定是 把对方的话都听明白了 不说话的 不一定是 没有听明白 对方说的话 对吧 祝你们 学外语学得愉快 学有所成